苗栗县政府劳青处职安团队再添加击 透过跨局处的分工还有跨域的治理 将职业安全卫生观念导入了各行各业 有效的预防职业灾害的发生 进而提升全民公安的意识 荣获劳动部职安卫生业务平和优等奖 创下了308的记录 预防职业灾害提升全民公安意识 苗栗县政府不但成立跨局处职业安全卫生推动小组 还率全国之先 由工部门带领完成丙种职安卫生训练考照 县长来说他对我们 不管是对我们县不同人 他说你要做的部分要从工部门开始做 那你不要说我们进去就开始进行外面的检查 那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来说他上任以后 在111年的时候 那我们就率全国 就是我们县府就是发文给所有的苗栗县的 所有的政府机关 包括我们的中央机关 像议会县议会学校 还有像我们包括我们地方机关的话 像乡镇公所都要派员过来 参加民种安全卫生业务主管的训练 苗栗县长总统警更要求县府同仁加强训练 科长成办人员都要确实了解正确观念及推动的重点 针对各自业管事业单位 积极的将职业安全卫生导入企业经营运作中 县长说府内同仁对于这个部分 还是不够 不够那个敏锐度不够 所以呢就对我们府内 像特别像我们公务处 水利处 这些执行 尤其执行工程的部分 那这部分把这所有的科长成绩 还有主办成绩都调讯 所以像这样子来说的话 那我想公部门的同仁 对这个职业安全有认知的部分 才有余力去要求我们的外包厂商 苗栗县政府这一次荣获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业务绩效平和优等奖 创下了三连霸记录 县府从上到下 用心把职业卫生变成常态 县府卫生安全顾问也大大肯定 县府在这些年当中 已经变成是他们这一个常态的内容工作了 把安全跟健康的要求推动 变成是日常我们公务人员在执行的时候 他会去思考 我今天如果委办了一个劳务型计划的时候 这个承接劳务的这些员工的部分来讲 他们去比如说访试 家户拜访等等 那他们的相关的安全应该怎么去考量 这已经都变成是公务员的日常常态的思考 那我觉得安全卫生的推动就是很重要在这里 也是上级的支持 包含专门部门的推动 然后包含相关部门来讲 可以了解我们当初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 除了职业安全卫生推动小组 持续分工及跨域治理 未来也将连接产官学力量 共同为工作者打造优质安全健康的有限职场